六更疏困貸款因為名字比五年 比較少 申請人所選過多 不僅也都先減停辦理 金工會受限公會頂頂的單位表示 民眾只要在二十一間 受限公司有保單 就通過一間公司申請十萬塊的 疏困金 從七月開始就通過辦理了 六更疏困貸款因為申請人 受制減停辦理 不過有需要民眾也先不要調結 本地就有保險 現在也有機會向導播的受限公司 來申請受困金 受限公會理事長 公條幾條表示 出過期 民眾只要在二十二間的 受限公司來申請 受限公會表示 會照顧公司的條件來審查 如果過期之前就會報規範 申請的時間會對七月到九月底為止 管制上一間公司最多九十萬 利率1.28% 比路工受限貸款的1.8-4-5%還比較低 另外民眾如果經公司到報的就都通過 不過要受限公司也要告入公約 金官會就希望保險公司這項 安心清晰 不要有警告你的接觸 可以用傳真網路或者是拍照 然後傳送給保險公司 來做一個申請 另外在審查的標準還有相關的作業流程 要妥善的規劃 那以避免就是說這個短期大量的案件進來 正對受限夾借加立宿君 作為在山頂討論的立委也表示 希望國受限夾借要檢舉一途主結 也希望通過州的緊急來提款 放涼民眾的申請條件 速度越近越好 記者電話問到水 台北無道 降臨